那麼,我有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是介紹這個MyUFO 因為其實如果以我個人來講,其實我用的不見得很多 因為我的教學來講,我是在電腦教室為主 所以其實我的工具是比較多 但是如果老師您是在一般教室 或同學您的TA可能在一般教室上課 可能這個工具上是不是大家互動的就稍微比較少 那我們用MyUFO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基本上您可以在一般教室裡面用 也可以在您自己的電腦用 也可以在哪裡,遠距的時候使用 那有這個優勢的話,有一個好處 今年我們受疫情的影響,老師有沒有很害怕 因為遠距教學以前比較沒有像這樣進行那麼久的時間 甚至您從來沒有進行過 對不對,可能您就會覺得說 這樣上課起來好像很多都不是那麼順暢 不像在教室面對面 叫同學起來,他就起來 叫他開視訊,他就不開 對不對,叫他回答 他就沒有回答 那到底怎麼辦 我們要跟同學互動 是不是要,還是要找到方法 那MyUFO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樣 那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您註冊完了 按了啟用信件之後 其實就會進到這個叫做他的官方網站 那要麻煩大家 剛剛軟體的是屬於軟體的註冊 那麼這裡呢,還有一個就是您的帳號的註冊 所以您進到簡報第五頁 點到它之後呢,我都幫您把連結做好 您只要點下去 好,點下去呢 麻煩您在這邊,看你選擇 是要用這個Google的帳號登錄 在右上角是有個登錄 按下去 您可以選擇Google登錄或微軟的登錄 或是其他的都可以 以我這邊來講 我就是用Google帳號 直接授權登錄就好 那它就可以直接進來 待會您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那我先等大家一下 好吧 那我們進到簡報第七頁 剛剛大家註冊完了 我們剛剛提過,您覺得遠距教學好玩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雖然我錄影很多年齁 但是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遠距教學的成效 是不是真的比面對面的來的差很多 老師應該說還有蠻深的體驗 阿同學我就不知道 同學覺得快活很多 可是對他來講 其實他可能在吸收的部分 跟老師互動部分 跟同學互動部分 就相對少很多 那一般大家最常遇到的 首先第一個 如果您是直播的 是會牽涉到 有暢性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可能比如說 每個人的網路狀態不一樣阿 可能有的說 老師我聽了 其實有的告訴你 老師我看得很模糊 之類的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互動 互動也比較難一點 再來就是教材的呈現 以往大家當然都是用簡報 可是那種狀態是在什麼 教室的環境下 但是你今天在遠距的情形之下 你教材要呈現 是不是又更困難一點 因為不見得只有簡報 再來就是專心度 我想這個應該是老師遇到最大的問題 哈哈哈哈 同學自己有沒有發現 在教室因為大家都一起上 所以相對比較專心 即使你在教室低頭看手機 總是耳朵還有聽到 但是你在家裡面 或者在外面的這個空間 你沒有看螢幕 你馬上就漏死掉了 馬上漏死掉 那個就差很多 所以各位知道為什麼 我都要遠遠的站在旁邊了嗎 同學會覺得我比較認真看的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 你要同學開畫面有時候有點困難 可是開老師的總是比較容易嘛 那我把我畫面給他的時候 那我同學比較容易有所謂的臨場感 就好像我們在現場教室上課一樣 不過你距離在哪裡 我是不是都可以跟你 你有看到老師 老師是真的很認真的在你前面上課 像這樣子 那我們myviewport裡面呢 其實沒有辦法幫你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呢 可以解決部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那現在呢 讓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 就是這個呢 剛好就是這個禮拜 在世茂 我早上就先去那邊 去逛一逛 剛好有這個科技 教育科技長 裡面就有很多 反正今年的關係嘛 所以很多都是遠距的啦 就很多的這個解決方案 solution跑出來 那麼你網路上啊 其實也可以看到 有蠻多老師在做分享的 包括像這個 國中小的 可能會有這個溫老師的 那另外一個中原大學的 這個中文系的華語老師 他今天也有過去那邊 他真的就把這個myviewport 就應用的很棒 因為他們也是有很多學生 自在海外不能回來 那就知道怎麼樣 現場跟遠距的就混合上課 他就把這個工具就應用的很淋漓盡致這樣 那麼myviewport呢 剛剛我們用的是功能最多的版本 就是用安裝的 那他本身呢 其實如果您是 比如說這個行動裝置 就是平板電腦 那他其實也有所謂的APP 只是目前他就沒有iOS的 那如果您要用iOS的 沒有怎麼辦 就是用所謂的數位教室 這個就是雲端版的 這個是完全不用安裝軟體 這樣都可以 只是如果以功能來講 這個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會 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功能最多的這個 那後面的再來試看看 所謂的雲端教室的版本 其實你如果都沒有也沒關係 我一樣可以用 那後面這個推薦的理由 我想我就先不講 因為等一下我們玩過了 再一起來試看看 那現在呢 就要麻煩大家 您進到簡報第13頁 如果同學呢 他都是用電腦 或者筆記型電腦來看 簡報第13頁 您可以先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等一下呢 會進到我的教室 我把我的MyU-Board先打開 點進來 好 那剛剛呢 大家因為您已經有註冊帳號了 對不對 好 在這裡 所以 您在這邊其實就可以登錄 那 因為呢 這裡 您可以選擇 您從Google就找這邊 按下去 就可以打上你的帳號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 這樣實在太麻煩 怎麼辦 您如果在電腦上 要使用LINE 您會怎麼做 這個拿出來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它其實也有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APP 好 這個APP 所以說 您如果不要用 沒關係 你就像剛剛那 那我用一次給您看 我在上面呢 在這裡 有一個掃描QR Code 有沒有 我就用這個工具按一下 好 那我來對一下這裡 對到了 我們的 我們的 MyUFO 就登錄了 那我的 就會變成黑板 因為我有預設我的環境 它就登錄之後 會把我的環境 有沒有帶進來了 對不對 各位 有沒有 回到國小階段了 哈哈 很久沒看到白板了 對不對 黑板 所以像這樣 所以您可以自行選擇 看 是 您現在暫時沒有安裝 那個APP 沒關係 您就用我剛剛的方法 就是按下去之後 自行登錄一下 那 這個呢 您 對對 抱歉 您先不用登錄沒關係 因為我登錄就好了 您就到簡報第13頁 直接當學生 好 直接先當學生 點進來 會有看到一個 問你 你叫什麼名字 好 在這裡 有沒有 因為我已經有登錄了 誰想知道是我 那 您進來之後呢 應該會看到簡報第14頁 這個畫面先看到 然後他就會問你是誰 好 進來 就會看到像這樣 來我等大家一下囉 現在大家都登錄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 對不對 按下水檔測驗 有沒有一個白板出來了 因為我們在教室現場 或遠距 有時候需要白板嘛 跟他做溝通 那麼各位 你手寫的文字 這都沒問題 可是這支筆不一樣 這叫AI筆 所以如果您覺得 嗯 我好像不太會畫 沒關係 有沒有看到 上面他會自動幫你判斷一下 你可能是在畫什麼 好 那你就點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接著 接著有沒有一個 送出 按下去 欸 送出來了 你看 老師就收到了 有沒有在這裡有一個 有個同學 送出來 他說 他送了這個 這樣您了解了嗎 對 對不對 您可以像這樣 試看看 先小事伸手一下 所以這樣老師跟同學互動是就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 雖然學校可能有所謂的數位學習平台 但是比較沒有這種機制 對吧 你看這麼多同學 是不是都送過來了 然後點一下 哦 星星 點開 如果你懶得一個人開 下面這裡 全部翻牌 哈哈 那如果說 欸 我們覺得 這個同學很不錯喔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鍵 像我剛剛在這邊 有沒有 這樣上一個 欸很不錯喔 您可以做評語對不對 打個勾 那麼 這樣子 好了 你看我回到外面來 有沒有在裡面的 那麼 如果說 您覺得 這個可能是我們上課回答的紀錄 您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他就會幫我們把同學 所回答的這些那種 全部儲存 那您可以選擇 您是要存存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還是存到雲端 剛剛如果您有注意一下注射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問您 是不是要授權雲端硬碟 如果您有授權 這邊就會看到雲端硬碟的資料 如果沒有 您也可以存在您的電腦裡面 他就幫您把這個保護下來 這樣使用上 我們就比較不用擔心會忘記了 所以這樣您稍微體驗一下之後 有沒有感覺 其實我們的互動就多一些 這樣就多一些 所以我們小試伸手 這樣稍微玩一下 應該就比較清楚說 老師這邊可以怎麼跟同學做互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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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